你到底要干嘛 给我女朋友送早餐了 我们已经分手了 那是你的想法 我可没同意 这件事情还需要正能你的同意吗 另外合约的地球交流运缺的规定 任何一方 能单的到面提出难受 那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同意 那你同意的 吃走吧 我把这吃完你就同意啊 行 好 慢点吃 吃太快也不利于消化 伤了弄完之嘴 吃完 不能扫 也不能忘了 我 那这就是最后一块 小宝 要不要不要 吐出来了 吐出来了 你当是很回家啊你 够不够 不够我再给你做一份 你送小宝去上学吧 我坐公交 自己去 小宝还在呢 给他打个招呼 我送你去上门 你自己去 你也看到了 我的车送小宝去上学了 打车 我不会啊 我帮你打 出租车我从来不做 网约车也不行 那你自己在这儿站着吧 不错 你到底要干吗啊 送你去上班还能干吗 车虽然小了一点 但两个人没问题 贺总 我这车不适合你 你还是去坐你的号车吧 谁说不适合 没问题 让开 让开 你车我可以的 来 我带你就好 那个 我 我先走一步 贺总 你要送的话 慢慢送 乖 这车多少钱我买了 你神经病吧 大姐 这车多少钱我买了 两万 我转账给你 转 转 转账 你这帽子我也要了 帽子送你来 谢谢 谢谢 喂 喂 秦玥 喂 玥玥 等等我 玥玥 如果我的这些行为可以让你开心的话 我以后可以一直都保持 自作投契 喂 你放开吗 就一分钟 秦玥 你给我听好了 我是不会放手的 不会同意跟你分手 最近这几天你可以住在杨荣卫家里 就当是给自己放一个假 但是早饭跟晚饭必须跟我一起吃 上班下班必须由我来接 另外最重要的一点 每周一次的约会照常进行 我凭什么听你的 你最好乖乖听我的 要不然会变得很麻烦 你不威胁我说什么 好了 好好去上班 不要胡思乱枪 我 你什么 贺总 我来接你了 好 去吧 好 小班 等我来接你啊 来得就好 我觉得我们应该展开一个 全自动电动车的实验 贺总好 贺总好 贺总 我们直接开始吧 已经调查清楚了 负责宣传的刘总 和负责渠道的蒙总 以及德国那边负责对接的汉斯 近期都和林小姐有接触过 可以判定 他们突然离开赫世和项目 是受林小姐的影响 德国情况怎么样 德国库博五公司那边 已经第一时间知道我们这发生意外了 说要暂停与我们的合作 还要再考虑一下 他们有时间考虑 但是我们等不起了 有没有什么好的消息可以告诉我 贺总说会继续支持你 只要你能如约让手 还你在德国进行面试 但是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哪怕不是库博五那样的 超越流购物中心 也必须是欧洲排名前三的购物中心 而且必须上任合约 在一个月内面试 很好 有他这句话就过了 德国梅泽公司那边 已经收到了我们的肖牙 这几天他们的总监荣格先生回来国内 我会直接跟他面聊 但是我听说 梅泽公司的荣格先生啊 是多时是出了名的严谨 所以这次我觉得笑脸非常地高 好消息是我跟荣格先生是校友 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的交情很不错 但是大家只有两天的时间 不管用什么方法 在我跟荣格先生会面的时候 必须要把东西提前准备好 辛苦大家了 林小姐给贺氏鸡堂摆了这么大一道 我们想要做点什么吗 先不管这些 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手环这个项目上 这个项目 我跟董事会已经列了军令照 绝对不能有任何差错 好的